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跌了66点 还在低档震荡 今天从日K线图来看 最不好的一点在哪里呢? 在连续反弹了两天之后 大家看到今天的这根黑K棒 不但把昨天的红K棒完全吃掉 而且几乎要达到前天的低点 这样一来的话 假设今天的这个黑K棒 它是把昨天前天这两个红K完全吃掉的话 它就变成一个弱势的反弹 前两天的反弹没有弱势反弹 那这大盘恐怕还有更低点 尤其是在这里 这边一个跳空缺口 这边两个跳空缺口 这个叫做突破缺口 这个普通缺口 那现在呢 填补第二个缺口 在这个技术理论上来讲是可以的 可以填补 没有关系 可是呢 如果把这个缺口也完全填补的话 就表示呢 这一波是做假的 搭起来是为了要出货 那现在呢 压来回来才是完真的 那所以呢 这个9630这个跳空缺口 是绝对不可以来填补 那这一波的最低点呢 是在9635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是在9635 那9635呢 这里呢 就必须要有很大的很强力的支撑了 那今天盘中最低呢 是来到9643 只差了8点 那所以一定要守住 这个是今天关盘的重点 第一个 9630一定要守住 那第二个呢 尾盘最好是能够拉起来 尾盘呢 拉起来的话 留个长长的下影线 那这样子的话 表示呢 它是打一个短线的第二只脚 打短线第二只脚之后 它再往上攻呢 就比较容易了 好 那至于说呢 今天盘面上的个股方面来讲的话 今天还是4G的概念股的天下 所谓4G概念股 包括了呢 像是光纤的族群 以及呢 这个PA功率放大器的族群 那这两个族群呢 到目前为止呢 还是盘面上呢 最强势的这个族群 像譬如今天走强的呢 像譬如说 4979的华清光 那大家可以看呢 它到目前为止 它的走势 它今天还在创新高 那另外呢 3234的这个光环也是一样 今天的走势呢 比这个 它是这个三档呢 光纤里面最强的 那另外呢 3450的联军也是一样 也是强势 就是联军这档股票 你可以看 它在上个礼拜呢 在上个礼拜 4 5 还有这个礼拜 1 它走得非常的弱 因为相对于呢 这个像是 3234的光环来讲 你看 光环呢 在上个礼拜呢 这个大盘跌的时候 它是往上 逆势往上走的 4979的这个华清光也是一样 它是逆势往上走的 只有呢 3450的这个联军走的最弱 为什么会这样呢 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业绩不如人 因为呢 光环跟这个华清光呢 它们的业绩呢 都是大幅度成长的 只有呢 联军的它的业绩是稍微的 稍微的比较不如意一点 稍微的减退一点 那所以呢 它的走势最弱 可是呢 大家想到说 这个光环跟华清光的业绩都这么好 那平平是做这个光纤的 那为什么联军的骨架这么弱呢 所以呢 今天呢 就开始还它一个公道 应该是说 从礼拜二开始呢 就还它一个公道 就拉起来了 那所以 这个到目前为止 它们还是一个强势的族群 那另外呢 像是这个PA的 像是宏杰科啦 像是3105的吻帽啊 尤其是吻帽 有没有 之前最强的是宏杰科 现在换吻帽来了 吻帽它是最强的 那当然2455的全新相对来讲 是比较弱的 它的全新的 它的这个地位呢 就跟这个刚才我们讲的光纤里面的联军 意思差不多 它之前的走势也是相对比较弱 那现在呢 会不会开始集齐之追呢 投资本组是可以值得注意的 另外还有一档呢 它也是属于市区概念股的是3152的景德 那景德呢 它是做模组的 它做模组呢 它的走势呢 相对强势 不过呢 要值得注意的一点 必须要注意的一点是 它昨天放了大量的拉到掌停板 那今天呢 它的量呢 放的更大 大家都会想说 这个量大是 这个要继续上工 那这个量就必须要放大 这个是它的周线 大家都知道 如果要继续上工 它的量要必须放大 这个是大家知道的量价关系 可是呢 先决条件是说 它必须要怎么样 必须要能够拉出长口 像今天呢 到目前为止呢 它的量呢 一定 看起来 它一定是比昨天大 那可是呢 你们会看到 它这里呢 它的股价出现一个 这个 到目前为止留个上影线 如果说今天尾盘 它没有办法拉到掌停板 或者是拉去跟长虹K棒的话 这个日K线 日K线呢 必须要收个长虹 即使有上影线 也只能一点点而已 如果呢 收盘的时候 还是这么长的上影线的话 那就要小心了 它变成量大不涨 量大不涨呢 短线上就会有点疑虑了 那这个是这个 4G的这个概念股的方面 那另外呢 今天呢 这个盘中的比较有一个比较大的议题呢 就是呢 这个行政院已经通过房地合一税的草案 那这个草案呢 如果一旦通过的话 以房地产专家的这个讲法是说 可能会临迟 什么临迟 就是虐待 虐待 这个房地产市场呢 有七年之久 那真的有这么久吗 好 我们现在呢 就先不要讲说 这个房地合一税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厉害 那我们就讲说 假设 假设它真的这么厉害 那真的这么厉害呢 造成这个房地产市场的冷淡 这个冻结 那房地产市场的冻结呢 那这些的投资客 那他们要怎么办呢 那他们这些资金要拿去哪里呢 这个市场上呢 就开始在这边想了 会不会跟中国大陆一样 那中国大陆呢 到目前为止呢 他们现在的做法是什么呢 就是呢 把这个 先把房地产冷冻 让这些资金呢 没有办法再投入房地产市场 然后呢 再活落股市 把这个房地产的资金呢 引导进入股市 所以呢 就造成他们的股市呢 最近呢 非常的畅旺 那现在看起来呢 我们台湾的政府似乎也有意思 要把这种 学习中国大陆的做法 把这个资金呢 从房地产的市场导引到股市里面来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当然我们是乐观其成 可是呢 是不是有这么顺利呢 那还要看 看什么 看以后 这个到时候呢 台湾的股市政府 那是不是也能够 像中国大陆一样 把这个股市呢 也这个煽风点火的 打到这个 非常的兴盛 那如果 因为这个 唯有股市在兴盛的时候呢 这个投资人才会勇于进入 如果是呢 在弱势低档盘整 这个时候 只有专家会介入 投资人是不会介入的 因为投资人呢 一般的散户永远是追逐股价 他不会去逢低布局的 这个是这个操作的观念 那所以呢 能不能够这个奏效呢 那我们到时候呢 可能要等到明年以后才看得到 那至于说在短线上呢 那有一些的个股呢 是比较要值得注意的 就是 像是这个 昨天走势相当强劲的 这个肌壳的部分 那肌壳的部分呢 那肌壳的部分呢 像是这个 F 凯胜 F 凯胜呢 昨天很强 今天就走弱了 今天走弱呢 那比较伤脑筋这样 他也是把昨天的红K棒吃掉了 那另外呢 像是2474的可乘 那我现在讲 F 凯胜呢 他昨天 他之所以能够很强势 当然除了这个外资调到他的平等之外 因为 MFC 也把他纳入了这个 我们的这个他们的平等之内 这个全球市场的这个名单之内 所以呢 他两大力量之下他大涨 那他的大涨呢 凯胜的大涨呢 带动了可乘还有红准上来 那今天呢 凯胜走弱了 所以呢 可乘跟着走弱 我们要注意什么 可乘呢 他在这里呢 有一点要做这个 M 这个头肩顶的味道 现在是在右肩的位置 那现在呢 如果下次再下来的话 这边就变成一个头肩顶 所以他现在一定要上去 这个要特别的注意 可乘这样的股票呢 特别的要注意 另外呢 2353的红准 红准呢 今天的相对来讲 他是最强势整理的一档股票 那昨天呢 是大量收藏红 出量收藏红 那今天呢 量缩 他量缩必须要怎么样 你要不然的话就是收个 这个小红小黑十字线 要不然呢 就是要继续收红 甚至于把昨天的上以线吃掉 也就是讲说 你量缩没关系 可是呢 绝对不可以收藏黑就对了 那他如果说今天还能维持强势的话 大家可以看 好 这个是他的周线 这个红准的周线 为什么我们会带我们的家族朋友 介入这一档股票 我们就跟大家讲他的原因 这边一个圆湖底 两年的圆湖底 那圆湖底呢 再配合了 这个量能的一个网工底的一个形状 那现在呢 他现在突破了 这个原来的高点 就去年12月高点 92.7毛 突破之后 这个圆湖底是正式成立 正式成立之后 从现在开始 他的成交量呢 要不断的往上增加 这样子他才有机会呢 继续的展开这个 这个往上的走势 所以这档股票 是值得注意的 我们是觉得说 在这个三档这个 这个机壳的股票里面 这一档股票呢 在技术面上 在基本面上 都是最值得注意的一档股票 尤其是他的基本面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 今年的营收 这个是一月份 二月 三月 四月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累计 从一到四月 累计的营收的年增率是132% 业绩成长是翻倍的成长 那股价呢 还在相对的 在这个 这个 虽然是相对高档的位置 可是呢 还是呢 处于一个过去四年以来的 一个比较相对的低档区 所以呢 股价有点受委屈 那我们就觉得这档股票呢 是比较安全 投资本进入了风险 比较低的一档股票 以上就是我们的分析 谢谢各位